- 歡迎收看來去制服 在今天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可以去FB粉絲團貼文下方 貼上你跟DeRosa愛車的合照 你就有機會獲得DeRosa相關的周邊商品哦 歡迎大家來到品牌介紹的單元 今天這集 Aria來跟大家聊聊這個義大利的單車品牌 作為一往事後之中辨識度最高的存在 有著崇高的歷史地位 精湛的焊接工藝 對車架材質的深入研究 就算大家沒騎過也一定有看過的單車品牌 那個logo中最特別的愛心圖案 成了絕佳的品牌記憶點 全心全意 重新出發 發自內心對自行車的熱愛 有著70年的歷史 最有愛心的單車品牌 DeRosa 品牌創辦人Ugu DeRosa 於1934年出生在意大利米蘭 從小就對自行車比賽產生濃厚的興趣 在就讀技術學校時 他完成了機械和工程學的學習 並對自行車有了許多專研 Ugu DeRosa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他屬屬的工作室裏製造和修理自行車 在1953年18歲的Ugu 以他的姓氏DeRosa創立了這個經典且偉大的單車品牌 開設第一家店面並且開始製造自行車 憑藉他的經驗 他明白如何製造真正的競賽自行車 也因此他的聲譽開始在米蘭的單車圈傳播開來 到了1958年 義大利民族英雄Dlafe Gimignani 希望DeRosa為他製造一輛自行車來贏得環藝大賽 很快的DeRosa自行車成為20世紀60年代 職業車手的首要選擇 這個悠久且輝煌的歷史就這樣開始了 在1969年 Gianney Motta找到了Ugu DeRosa 希望他成為車隊的自行車供應商和機械師 在1973年 DeRosa更成為傳奇車手Eddie Merck 和他的團隊Mortany的官方車家供應商 Merck對於車家的要求極高 他也幫助Ugu了解如何更精進自行車 在這之間 Eddie Merck贏得了幾乎所有歐洲的主要比賽 包括環化、環藝、古典賽、米蘭聖雷莫和獅錦賽 直到Merck在1978年退休後 才終止跟DeRosa的合作關係 Eddie Merck跟DeRosa的好交情並沒有中斷 在1981年 Eddie Merck退休後 以自己的名字創立了自行車品牌 並邀請DeRosa擔任Merck的技術顧問 至於Eddie Merck這個品牌 我想應該大多數人都不認識 阿魯之後再做一集跟大家介紹這個品牌 到了70年代末DeRosa自行車在國際舞台上大放異彩 美國、俄羅斯乃至整個歐洲 對DeRosa自行車有著巨大的需求 因此Ugu搬遷遠先的工作坊 去到米蘭一個更大的空間 跟大家分享一個誇張的事情 在1974年第57屆的環藝大賽上 總共100名的選手中 就高達80位車手使用DeRosa製造的車架 對比現在的情況 可見當時DeRosa真的是大多數車手的選擇 長期以來將技術留在家族手上 一直都是義大利自行車製造商的傳統 從小就看著爸爸對自行車的付出下 Ugu的三個兒子也繼承了父親對自行車的熱情 並在70年代末成為家族企業的一部分 其中兩位兒子追隨父親的工匠精神 Dani Lo負責所有鋁製和碳纖維自行車的繪圖和設計 Duriano則是專長在太合金自行車的製作 然而第三個兒子Cristiano負責公司的商業行銷領域 三個兒子分工合作 讓DeRosa品牌持續佔有一席之地 很遺憾的 Ugu DeRosa在今年2023年3月離世 享年89歲 作為一王事後的傳奇品牌 他對自行車的貢獻是巨大的 大家手上的每一台DeRosa自行車 都是在義大利手工打造的 他們對品質的堅持 對車架材質的創新研發 都使自行車領域不斷的前進 Ugu的三位兒子將繼續領導DeRosa 持續在未來的道路上闖出一片天 Ugu DeRosa從小對自行車的濃厚興趣 不斷在自行車領域突破瓶頸 創造一次又一次的輝煌 大家知道嗎 現在絕大多數品牌 主要都製造碳纖維和鋁合金自行車 少數還有販售經典的鋼管車 現在馬路上也主要都是碳纖維公路車 但大家去打開DeRosa的官網 你會發現除了碳纖維、鋁合金、鋼管車 他們還有鈦合金的車架可以選擇 這是極少數品牌會有的選項 如果你說DeRosa是車架創造大師 我想一點也不為過 大家看畫面上的樹狀圖 DeRosa將不同材質的車架 又細分出爬坡和空力車型 其中還有一個週年紀念車款 有點像是Konago CCD的概念 每隔幾年就會推出紀念特斯版給各位車友收藏 接下來我們就針對這些不同車架材質的系列 來一一介紹 DeRosa跟Konago一樣 會推出像Konago CCD的紀念車款 而最新的DeRosa70 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先進的DeRosa自行車 型號中的70 就是指DeRosa創立至今的70週年 同時也致敬今年3月離世的創辦人 這輛車與義大利Pini Fania合作打造 730克的車架 輕量化的重量 純粹的剛性 絕佳的空氣力學 這些都是DeRosa70的特點 全車隱藏內走線 外觀簡約俐落 阿魯覺得如果有車友在考慮DeRosa的碳纖維自行車 建議你直接買這台DeRosa70 我覺得它外觀最好看 也最全面 因為DeRosa的車都不便宜 建議直接買這台紀念車款 Marek代表了DeRosa的賽車靈魂和森林精神 Marek是2000年贏得法國世界錦標賽的冠軍車型 20年後的2020年再次回到DeRosa的產品線中 代表了性能水平上的重大創新 Marek採用EPS生產技術 據說可以無縫的融合在一起 形成輕質且堅固的車架 DeRosa聲稱 Marek的核心是生產最輕的碳纖維車架 尺寸54的重量為800克 最新的Marek只有碟煞的版本 而且也是跟上潮流的全內走線設計 車架結合上多了更多的空地設計 像是更水平的上管 後上差明顯的下衣 這些都是現今聲稱爬坡車款的主流設計 但談到爬坡 畢竟還是有天生輕量的優勢 再加上優化碳纖維的堆疊方式 讓車手很容易的去攻克每一個山頭 但老實說 我自己遠看會覺得它很像捷安特的Propel 有點失去太多爬坡車的味道 再加上塗裝美學偏域保守 如果你真的有義大利品牌迷思 外價財力雄厚的話 你再來考慮DeRosa的Marek 在2016年 DeRosa與義大利設計公司Pini Fanina合作 最終誕生了SK Pini Fanina Pini Fanina是一家專位超跑設計外型的設計公司 像是著名的超跑法拉利的車輛外型 也是他們設計的 肯定很懂空氣低血車架的製造 型號裡的SK是指Super King 是過去著名DeRosa King系列的延續 從車架外型來看 很顯然的就是為了空氣低血而生 粗壯的管材、高魔素碳纖維堆疊都讓車架有優異的剛性 讓車手的加速毫不辭職 SK Pini Fanina最引人注目的是座感和後上叉的組合 後輪的切口與結構整流罩融為一體 更好的空氣低血讓氣流快速通過 但回過頭來SK Pini Fanina的這些特點放眼現在的其他品牌中 其實不算這麼突出 還是那句話 如果你有義大利的堅持 外型塗裝你也可以接受的話 你再來考慮 因為它真的不便宜 IDOL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都在產品行列之中 它是一款非常適合Grand Fondo車手的自行車車款 至於什麼是Grand Fondo Grand Fondo 就像自行車界的馬拉松 在義大利文就是Big Ride的意思 長距離的單車活動 DeRosa IDOL使用高品質的碳纖維組合 提供穩定的騎行體驗 在道路上靈活並快速的進出彎道 外觀看上去很明顯的弧形上管 優雅的融入到細長的後上插 較大的後三角 這都是為了DeRosa IDOL在道路崎嶇不平時 提供相當程度的緩衝抗爭效果 將一切擾人的震動都交給IDOL 這是DeRosa對舒適性給出的最佳詮釋 DeRosa 838算是該品牌入門級別的碳纖維車架 簡單、果斷、有效的線條和明確的使命 就是要讓大家更容易入手DeRosa這個品牌 838是一個略微傾斜的車架 後上插的下一衣有點類似Meric 後三角靠近飛輪的地方 則使用向IDOL有點蜿蜒的設計 可以說838是一台結合了 Meric 和IDOL身上特點的公路車 不過主要還是以舒適取向 雖然說是入門級別的DeRosa公路車 阿魯看了一下北美官網景車架組的定價 也要2699美元 換算台幣大約8萬出頭 如果想擁有義大利的品牌 口袋真的要夠深 DeRosa TT03體現著DeRosa自家大量研發工作的成果 實現三個明確的目標 最大空氣力學性能、減輕重量和更高的剛性 得益於DeRosa在公路車車架構造方面的傳統 以及透過尖端設計工作室合作獲得的經驗 車架表面更平坦光滑的實氣流通過 全內走線的設計也讓TT03更加快速 最新的TT03使用高魔素碳纖維減少整體材料的需求 不僅車架減重 同時也能提高車架剛性 更好的功率傳輸效率 確保每位車手在分秒避震的比賽中 不浪費每一次的踩踏 好了 剛剛介紹完所有DeRosa的碳纖維車款後 我們來講講DeRosa特有的鈦合金車款 鈦合金在DeRosa工廠中已經使用了25年之久 這代表不斷發展的工藝傳統 也彰顯出DeRosa在車架材料生產上的卓越 DeRosa的鈦合金車架都是採量身訂製 車主可以透過材料的選擇 細節的處理和幾何形狀 來請工程師完成這獨特的作品 其實DeRosa將鈦合金車款分類成三種型號 分別是Anima、Solo、Hera 首先我們來講講Anima Anima在義大利文中是靈魂的意思 外觀幾何看上去 我自己覺得像是Meric的設定 下移的後上叉、傾斜的上管 這對爬坡跟風阻上都有一定的幫助 剛性方面金屬肯定是比碳纖維來的好 但缺點就是重量上沒有優勢 再來我們講到Solo DeRosa車架中的極致被稱為Titanium Solo 採用9級鈦合金以最高工藝打造而成 帶給你極佳的剛性和綿密性的踩踏體驗 在高速騎行時感受到真正的騎車樂趣 最後我們說到Hera Hera是希臘神話中宙斯七子的姓名 可以說是眾神之母 Hera是鈦合金歷史車 一個堅韌而堅強的型號 它的設計充分利用了鈦金屬的輕質與強度特性 具備40mm的車胎設定 具有在任何地形上運行的潛力 其實大家打開官網點開放大圖 在每個焊接點的地方都處理的很細膩 不會有突兀的焊接痕跡 DeRosa鈦合金車架我想一般人不會特別去買 主要還是以車友收藏性質為主 都是採量身訂製 我好像從沒看過馬路上有人騎過這款車 不知道有沒有鈦合金車架的車友 好奇騎乘感受會是如何 歡迎在下方留言區跟我們分享喔 CORUM是一款現代高性能TIG焊接車架 由優質的鋼打造 CORUM是對鋼的現代化詮釋 量身訂製的車架可以選擇集合形狀 DeRosa自家輕質鋼管車架有主要兩個型號 分別是CORUM Gravel和CORUM CORUM Gravel顧名思義就是一款GRAVEL Bag 相容較大的車胎 再加上鋼製的材質 讓材它鋼性優異很多 另一款CORUM就相對適合在公路上騎行 我相信它的加速性能一定很好 直接的踩踏回饋在輪組上面 很適合在屏路上的巡航 雖然鋼製的重量還是不能跟碳纖維相比 不過鋼騎的是一種品味 是一種生活態度 我想會買DeRosa CORUM的車友 肯定不會帶它去跟別人輸贏 純粹留在家中欣賞收藏 不過真的是少數單車品牌中 還願意持續優化鋼管車的單車品牌 大家一樣去看官網的細節照 那個焊接的工藝真的很優美 沒有突兀的焊接痕跡 你不細看 你跟我說它是碳纖維車架 我也不會發現 果然DeRosa對於焊接這項工藝 已經累積了相當多的經驗 車子真的相當漂亮 在製作今天這集之前 其實我對DeRosa的了解 也僅止於有愛心的單車品牌 沒想到他們對車價材料投入如此多的心力 也是現今極少數願意繼續探索 鋼製自行車的品牌 還有自家獨特的鈦合金公路車 都是對傳統的焊接工藝注入全新的面貌 阿魯自己覺得DeRosa其實更適合 買他們家的CORUM跟TITANIUM 這個焊接工藝已經很難再看到了 這有不錯的收藏價值 這是傳統與現代交織融合的詮釋 作為單車世界中翼王事後之一的經典品牌 DeRosa 近幾年較少看到他們出現在各大比賽中 必須說碳纖維系列的設計偏於傳統保守 圖裝上也偏單調 今年2023是DeRosa創立以來重要的一年 創辦人烏姑DeRosa的理事 期待他的兒子們將DeRosa再次引領到全新的高度 給大家煥然一新的DeRosa 謝謝創辦人烏姑DeRosa帶給自行車世界的領導 因為品牌辨識度相當高 這個來自義大利 全心全意 重新出發的歷史品牌DeRosa 好了 今天這集的品牌介紹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大家不要忘記去FB粉絲團天文下方 秀出你跟DeRosa的合照 就有機會獲得DeRosa的相關周邊商品 喜歡品牌介紹的車友 也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動力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